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9月15日 星期日 美国时间的晚上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 冷眼看世界The Voice节目 首先 欢迎您点击屏幕右下角 我的头像 来对我的频道进行订阅 这样可以保证您第一时间 看到我上传的最新的视频 谢谢您的支持 今天呢 我就再给大家来讲一下 华裔候选人安主阳 杨安泽提出的 给每一个美国人 每个月 100美元的 Freedom Dividend 也就是叫做自由津贴的 这个做法 以及他在第三场民主党 总统候选人辩论开场白中 进一步提出的 会把自己受到的 政治捐款 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内 选出十个美国家庭 并且给他们每个月 1000美元补助连续给一年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厂上的反应 以及厂上不同候选人给出这种比较嘲笑的这种反应之后 各个媒体的一些后续的跟进 还有对这些候选人这种不屑一顾的态度的批判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大概互联网商的名义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们先看一下安住阳提出这个时候 现场观众的反应 以及台上的其他总统候选人的反应 我们可以看出来 当他说出来之后呢 现场观众是不少人 是尖叫的 所以说总体来说 可以说是比较支持他这种创新的想法的 也就是说把收到的竞选基金直接给美国民众 而不是说传统上像其他政治家一样 把这些政治竞选的基金花在买广告 这些传统的方式上面来进行选战 我们看接下来 他说完他的开场白之后的这一段 停顿的十几秒的时间 其他人的反应 大家可以看出来 其他人呢 都是非常惊奇的看着这个安住阳 唯一一个鼓掌的人 是站在舞台最边上的 来自明宁苏达的参议员 艾米克·布查尔 他是鼓掌了 然后其他人呢 基本上是比较呆的 没有任何反应的站在那里 但是接下来 该另一位总统候选人 开场白发言的时候呢 也就是说最年轻的这个市长 Pete Buttigieg 他发言之前 发生了比较戏剧性的一些反应 可以看当他发言之前呢 主持人已经叫到了他的名字 但是呢 因为安住阳提出的这个新举措 确实是破天荒的 所以现场观众 还有其他的总统候选人 还是沉寂在这个对杨安泽 这个做法的思考之中 或者说是情绪上 还没有很快地转换到 这个市长 他的这个开场白 所以呢 我们听到了一个女性的笑声 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嘲笑的 这种声音呢 其实他是来自这个黑人女参议员 卡玛拉·哈瑞斯的 所以卡玛拉·哈瑞斯的这个笑声呢 特别是这种极尽嘲讽的笑声之后 也是受到了很多自媒体 特别是在网络上很多草根 对于他的这种批判 安住阳他的这个竞选口号 是非常受美国人支持的 不管是意识形态的左派还是右派啊 中间派啊 甚至很多这个共和党选民 川普的支持者都有很多人非常支持他 这种理念 因为觉得他才是真正的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的一个典范 而安住阳他也是从最开始 最最边缘化的一个候选员 觉得纯粹是靠这个大撒币来博眼球的 到现在支持率 基本上是达到了接近5% 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也是让很多人始料未及的 他的支持者呢 也是号称是杨杠 就是一群支持安住阳的一群人 叫杨杠 这个市长他也是听到 这个卡玛拉哈里斯的嘲笑之后呢 他也是故意停了停 然后表示比较无奈的说 It's original I give you that 然后接下来他就开始 说自己的一些 开场白了 当然都是那些政治家的 比较无聊那种套路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divided So there's a reason I kept in that little bit extra there for you to see Kamal Harris laughing at it Mayor Pete smugly being like It's original I'll give you that And then he goes into his boring-ass dumb speed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divided I'm going to say words now Do you like my words? 大家看到这个YouTuber是什么反应了吧 他其实是非常嘲笑这个市长的这种反应的 之后也是做了很多的夸张动作来模仿这个市长说的那些话 其实完全都是这些政治上的套话 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是不仅给出了安住阳竞选口号 而且也给出了历史上两个政治成就非常高的人 给出的类似的口号 guaranteed income 这种保证的这个最低工资 最低收入 我们看看这两个人是谁 这个是马丁路德金 马丁路德金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留秀 是在一九六几年的时候 基本上是横扫美国呀 当时非常受欢迎 他也是可以说是以一己之力来推动了美国民权运动的发展 他非常著名的演讲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 也称为多少人 美国国内国外 还有我们很多中国人知道的这个 划时代的一个演讲 但是比较可惜他是一九六八年的时候被刺杀了 但是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呢 他的政治的遗产一直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 美国的少数族裔不仅仅是黑人 各个族裔来为自己获得平等的权利而奋斗 极大的是推动了美国民权运动的发展 我们再看第二个人是谁 我们不认为这是一个玩笑 我们必须要考虑新的方法 认为这些问题 例如宇宙的利益 讨论我们的工作周 如何我们练习我们的年轻人 如何我们在某种程度上 如何我们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在某种程度上 好的我们看到了第二个 非常著名的人就是奥巴马总统 奥巴马总统给出的一些政策 虽然没有完全明确提出这个口号 像安祖阳阳提出这个口号 但是他也在自己的讲话中 也是给出了对于这样一种 minimum income 这种最低工资 保证工资支助的支持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今天想给大家展示一下的 就是安祖阳提出的这个做法 虽然在他的政治对手中 不是很受欢迎 觉得他的这个用竞选资金 不用在广告上这些传统媒介上 而是直接给了美国老百姓 很多人甚至觉得这样 有可能是有一点违法的嫌疑的 但是安祖阳在提出 这样的一个口号之前 肯定是经过他律师团队的 很认真的查 能够确保他不违法之后 才提出的口号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美国现在就是政治制度 有一种腐朽的感觉就是 这些政治家 宁可是把钱花在自己的竞选上 打广告上抹黑广告上 也觉得如果是直接给了人民 是觉得非常荒唐一件事情 现在我们就算退一步 假设最后真的 有人像这个安祖阳的这个做法 提起了诉讼 并且法院最终判决 你就不能把自己的募集到的竞选基金 给实户家庭 必须是自己竞选 直接的花掉 打广告什么的 即使那种情况发生 那么 杨安泽的这个做法 也是受到了其他的一些人的肯定 而且其他人是主动的在推特上表态 如果杨安泽自己不能这么做的话 我们愿意代替他这么做 用自己的钱 我们看一下都有哪些人表态了 所以可以看出来 另外一个企业家也是说 安祖阳 如果你自己不能这么做的话 我愿意用我的钱给这十个美国人 给他们一年的这个UBI Universal Basic Income 还有一个人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which is where I think the divide we're seeing which is where I think the divide we're seeing and I want to highlight one other person this is an individual named Justin Sun Justin Sun he's pledging Yangtus initiative to UBI 1k to 10 people per month for one year I'll pledge UK to 10k I'll pledge 1k to 100 people per month in 2020 大家看到这个Justin Sun 他是谁呢 他就是孙宇晨 我们不少中国人应该是知道他的 他应该是90后 现在是做公司 公司可能是跟这个比特币相关的公司 非常成功 竞标得到了跟巴菲特一起午餐的机会 他这个给出的承诺就更大胆了 他说安祖阳是给10个美国人 每个月1000美元给一年 我会给100个美国人 每个月1000美元 整整是2020 他说我还会选一个人 跟我一起去跟 Warren Buffett一起吃午餐 等一下 我先想提醒一下 1000美元每个月 那是很多钱 那是一亿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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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真是假 我自己也不是很熟悉 但是起码他作为企业家 他敢说出这样的话 而且敢去做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肯定的 好今天就先给大家说这么多吧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